那它這邊的數字呢其實是可以去做調整的 大一點 小一點 下面呢也可以調整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魔劍隊 我是雷星 叫斯塔如 我們今天呢 是要介紹疊傳達真 推風機的頭 像這樣 一個圓景一個直俠草 你已經把它的形狀給簡化的時候呢 你就要去思考一件事情是 它這一個吹風機 是有一段距離的 可是這段距離你可以自己去抓尺寸 想要從誘基準面產生一個新的平面 那這個平面我可以抓100 然後我帶誘基準面去畫一個圓形 一個直俠草 請你用中心線來畫直俠草 因為只有這個直俠草可以被複製喔 然後呢標尺寸 我們可以自己抓 比如說70 然後一個100 然後再把它偏移出來 10 假設是這樣 假設是這樣 我平面1想要改一下方向 我想要改到另外一邊 假設是這樣 OK 好 又基準面 畫草圖 參考圖圓 選擇圓形 把它複製出來 離開 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是平面1 參考圖圓 選擇直俠草 複製出來 然後離開 那我這樣子呢 就變成說 我的草圖都準備好了 平面1呢是一個直俠草 然後又基準面呢是一個圓形 你就可以去做疊層拉伸 然後呢 點選 第一個路過 點選 第二個路過 那它點完之後 我轉到上機組裡面 你看喔 趕快訂閱阿如的頻道 跟著阿如一起邁向雷系建模 大師的目標吧 它這個邊緣啊 是平的 就是一個斜線 它怎麼樣可以直線連接過來 它就怎麼做 那如果你搭配到它裡面的這個起始終止限制的話 它就可以垂直於輪廓 垂直於輪廓 那你就可以做出一個簡單的曲線造型 它會想盡辦法跟我們圓形的輪廓 呈現垂直的 那尾部的話呢 就是這個終止限制的話 就會想辦法跟我們的直俠草的草圖 呈現垂直狀態 那它這邊的數字呢 其實是可以去做調整的 比如說我想要 要大一點 比如說2 那它就會往前推進 它的弧度呢 就會變比較大 比如說2.5 就越大 那你就可以透過它這個數值的設定 比如說我想要小一點 比如說0.8 它就會變比較少 或者是1 下面呢也可以調整1.7 打勾之後呢 你就看到它這個造型的形狀 很好玩 感謝各位的收看 歡迎按讚訂閱或分享阿如的頻道喔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囉 兒子 是 謝謝你